第八集 吕洞宾化贺报恩 吕洞宾经过汉中离的时事 修炼后变成了仙人 于是他云游四海普渡众生 一天 吕洞宾游览完岳阳楼 来到洞庭湖畔的一家小酒店中 他听附近的人们说 这家小酒店的主人 新世 为人宽厚 乐善好施 童走无期 虽然来他小店的顾客也不算少 但家境并不富裕 每天的收入仅够糊口 吕洞宾想看看 店主家为人是否如传言的那样 于是 信部进了酒店 捡一处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 呼唤店主新世为他上酒上菜 店主新世见吕洞宾 身着黄色长衫 腰细黑色丝带 头戴一顶华阳金 双眉入并凤眼朝天 先逢盗鼓 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 对他毕恭毕敬地伺候 可是 吕洞宾酒足饭饱之后 却分文不复 大摇大摆地离店而去 店主新世竟也没有向他讨要酒饭前 第二天中午 吕洞宾又到新世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 仍然是一句话不说 一分钱也不付 摸摸嘴巴就走 就这样 他一连在这家小酒店中 吃喝了达半年之酒 而店主新世一直没有开口向他要账 这一天 吕洞宾又来到新世的酒店饮酒 酒足饭饱之后 他把店主新世叫过来 对他说 我欠你的酒账太多了 现在请你给我拿几个鲜橘子来 店主新世听了莫名其妙 心想 欠的酒账与橘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疑惑 但还是答应着给吕洞宾 拿来了几个刚刚摘下来的鲜橘子 只见吕洞宾接过橘子 剥下几片橘皮 走到酒店正面的白墙前面 登上旁边的椅子 在雪白的墙上画了一只黄鹤 这鹤与真鹤一般大小 画得栩栩如生 仿佛马上就要展开翅膀飞起来了 绿洞宾对店主新世说 那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 只要你招呼他一声 他就会飞下来 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起舞来 现在 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以来 你对我的款待吧 绿洞宾说完 扬长而去 后来客人们来这里饮酒 心事只要招呼他一声 那黄鹤就真的应声从墙上下来 在客人面前跳出多姿多彩的舞蹈 为客人们助兴 跳完后 他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 人们听说了这件事都觉得非常奇异 便想亲眼看一看 于是 都争先恐后地 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饮酒 借此 一睹黄鹤起舞的风采 店主新世的生意 越来越好 没几年 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富翁 这一天 吕洞宾又来了 店主人新世 一件是自己的恩人来了 立即摆上美酒佳肴 热情的款待 席间 吕洞宾问店主新世 近来生意如何 客人来得多吗 店主新世非常高兴地说 托您的红服 自从您给我换了纳鹤之后 我这里每天顾客迎门 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裕了 吕洞宾听罢 便从怀中取出玉笛 吹了一曲 那黄鹤便从墙上飞落了下来 吕洞宾跨上鹤背 黄鹤展开翅膀 腾空而去 然后再继继继继继继继 麻烦宾 席间脱布 來咖啥 楼子